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一般娘小薇 距离上次咱们体验海岛2.0地图才过去不久 我的私心里就变成了 全是在问什么时候更新正式服的私心 这我也不知道呀 大家私心我有什么用啊 你们不得应该去私心老马吗 不过据我分析呢 咱们从这个赛季手册上来看 只剩下最后一周了 也就是第8周 所以海岛地图很有可能在7月份 下个赛季的时候就会更新 那么今天呢 为了应解大家对这个 海岛新地图的相似之仇呢 我决定再次带大家到体验服里面去感受一下 咱们一起去看看啊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早期 天天玩游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今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很圣人的事情啊 就是如果你到体验服里游戏的话 那么除了我自己之外的剩下就是9个人 根本好像都是机器人啊 你们看啊 这些人的行动轨迹就很奇怪 就是跑两步 然后停下来不动几秒 再然后换个方向再跑两步 那当你想象一下啊 整个地图就只有你一个活着的玩家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像是末日灾难丧失片一样啊 前几天呢 我看到一个截图是关于小龙虾外观的 据说游戏里还会有个活动地点 是有一大锅小龙虾 所以我转念一下啊 哎 要不咱们今天就从河边开始找起来 河边小龙虾应该多呀 然后突然 我去啊 在地图上怎么突然就刷新了一个白球球啊 走走走走走 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肯定是新上线的 必须走一趟啊 哎 我去 这是什么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七星喜鹊桥的图案啊 哦 牛郎和侄女 不对 这是牛郎吗 牛郎看起来还前途后翘的 啊 是不是还带了个三级头啊 嗯 来看看啊 樱花树 扭蛋机 这好像是七星的活动啊 来看看摇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小鸡玩具扭蛋 我再试试啊 它这个界面上一共有四个图案 是不是说明一共有四种礼物啊 好 我摇到三个不一样的了 还差最后一个 长得像千者鹤的了 不是啊 我才摇了多少下呀 这竟然卖空啊 你说气不气啊 行行行 先看看其他三个扭蛋是什么东西吧 这好像要对着最优使用啊 那 我这也没队友啊 小鸡扭蛋是个盒子 浪漫花树是树花 这个之前经常见啊 最后音乐盒扭蛋 哇 就是个音乐盒 扭蛋先放一放啊 同学嘛 这个河边好像真的出新活动了 但看起来不像小龙虾啊 这好像是 诶 是端午节的龙舟吧 快快快 等我走近看一看啊 果然是龙舟啊 快看 这船变成了气垫的 带着两个大螺旋桨 这船上连鼓都配备气圈了 你敢信 还有啊 快看这龙头 好有节日的气息啊 来 我先替你们体验体验 赛龙舟这个击鼓啊 咱们中华传统节日的传统节目 赛龙舟 一般龙舟上都得配备一个击鼓的 根据节奏 大家就来划船 一股钻气啊 又花越来劲啊 我看我是不太适合这个击鼓的 我怕队友听完我的鼓点 把船直接开到岸上去了 啊是勉强当个司机给人开船吧 走喽 诶 这河上面长得像粽子的是什么 小白马你们快看 这船点击普通加速真的会喷气啊 那左边这个喷气加速按钮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怎么点了没什么反应呢 看来端午的活动下周就能上线了 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说不定还能一起来比个赛上面的 看我又找到一个扭蛋机 扭了三次 终于抽到剩下的最后一个扭蛋了 原来叫做桃花指鸢 我去 这怎么不是牵着鹤而是只桃花 不行啊老马这也太令人失望了吧 这不就是过年时候的桃花吗 小白马你们觉得呢 四个扭蛋你们最喜欢哪个呢 在弹幕里告诉我你们的排名吧 那么这么体验一圈下来 看来除了两个活动也没什么其他的更新啊 不过突然想到 你们不是一直想看人机吃鸡的挑战吗 我记得啊 让我保护人机警圈 还要帮人机拿第一 我当时打了足足六个小时啊 被强制下线了都没挑战成功啊 今天这不巧了吗 整个地图就我一个活人啊 我就等到最后一个人机 然后我炸死我自己 不就行了吗 其他的人嘛 淘汰一个 淘汰两个 三个 四 我去啊 这人机兄弟在干嘛呀 看你天赋一笔 你特立独行啊 行 今天我就选你当天选之人了 今天 你要吃鸡啦 激不激动啊 淘汰五个 OK 这剩下我和人机兄弟了 剩下的就是 我把自己炸死就好了 卡在这棵树后面啊 好好 他不会动 别动别动 哎 你别过来啊 你卡就行 Edga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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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